抓到涨停板第二天到底是该走还是该留 这是很多粉丝朋友都问过我的一个问题 抓到涨停板了本来应该是个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不确定第二天到底还能不能拿 如果是强势的涨停了 第二天往往会伴随着冲高 甚至会有连板出现 但弱势的涨停了 第二天有可能直接大跌 或者说一夜回到解放前 那今天大表哥的话 就跟大家分享几种常见的涨停板 我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到底该如何应对 只要大家认真的看完这条视频 相信以后抓到涨停板 基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不慌不乱 大家好 我是龙虎大表哥 有缘刷到这条视频的老表 记得点赞加上一个关注 在以后学习路上 我们一起交个朋友 老朋友的话 动动你们发财的右手 长按点赞 收藏 转发 支持大表哥一波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 就是在实战当中 经常会遇见的涨停板 就是听完这条视频以后 你们大概率会用得到 尤其是最后一种 在我们行业内 俗称这个逃命板 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跑 如果朋友们经常对涨停板 拿捏不准 那你一定要认认真真的 看完这条视频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结合案例 逐个进行讲解 那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上午 进行放量强势的一个拉涨 而且盘中的话 没有出现任何炸板的一个情况 这一天封板的话 是非常的漂亮的 而且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股价的位置 当天涨停的话 是刚刚站上了这个60日均线 那说明了 阻力进攻的欲望非常的强烈 那以后我们抓到这样子的涨停了 你们持有就好了 第二天的话 大概率还会有个冲高 或者说溢价 那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只股票的话 也是进行了一个强势的连板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关注我们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它是有什么特征呢 这个它也是在上午 进行了直接的一个拉板 但是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到 它下方的一个成交量 这个涨停板的话 它是伴随着一个缩量涨停 而且股价相对位置的话 它是比较合理 或者说比较安全的 这种类型的股票的话 在接下来大概率 还会有一个波段的行情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这个股票的一个走势 经过一天的这个调整以后 接下来的话 直接开启了一波主声浪 所以以后碰到这种缩量 在低位涨停的股票 大家直接持有就好了 那我们看完缩量涨停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看 放量涨停 这是它盘中的一个走势 而且在尾盘进行了一个拉涨 对不对 像很多做短线的朋友 经常喜欢关注尾盘的一个走势 但是大表哥在这里 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尾盘拉涨的时间 它越晚的话 这种股票一定要慎重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案例 它是进行了一个放量涨停 而且明显的话 相比之前的一个量人的话 是放大了非常的多 有它的四倍到五倍左右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 结合它的一个股价的位置 它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在盘中的话 形成了一个梯子板 对不对 第一个 它在高位进行一个放量涨停 而且的话 还是在尾盘 进行突然之间的一个拉伸 所以遇到这种股票的话 我们大概率要考虑减张 或者说出局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走势 接下来的话 直接一波大跌 所以遇到这种类型的涨停板 大家一定要谨慎 那接下来的话 还有两种涨停板的案例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地看 因为这涉及到 第二天到底能不能拿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只股票 在当天的话 它是进行了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正常的一个涨停 但是我们打开分数的话 可以发现到 这只股票 在盘中的话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这里出现了 好几次的一个烂板 开盘就涨停了 但是盘中的话 它进行了一个烂板下跌 这盘中的话 一共有1234 四个阶段的话 它是进行了一个烂板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的话 也是放出了明显的一个音量 大量 这烂板的话 它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那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例 它目前的话 股价处在一个 相对的一个高位 如果它盘中出现了 好几次的这种烂板的情况 那大家一定要谨慎 要小心了 这有可能就是 主力出货的一个前兆 它场内的筹码 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分歧 有可能在为它后期 出货做准备 还有第二种情况 那就是股价 它处在一个 相对的一个低位 目前这里出现了一个涨停 或者说它刚刚 站上了我们这个60日均线 这边的话 出现了一个涨停 但是它盘中的话 反复出现了这个烂板 那这种情况的话 大概率就是主力 在进行正常洗盘 那接下来的话 是我们最后一种 也就是在我们行业内 俗称的这个逃命板 大家一定要认真地听 逃命板的话 它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盘中的话 它明显没有什么表现 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弱 它出现的位置 往往是在这个顶部 就是股价走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它突然之间 在高位的时候 拉了一个涨停 在我们的尾盘 而且越靠近尾盘的话 它这个股票越危险 那大家可以细想一下 它为什么会在这个尾盘 进行拉涨呢 在我们行业内 有一句话 叫做尾盘拉涨停 不怀好意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开盘价 如果说46的话 它拉涨停 大概是50块左右的位置 对不对 就算第二天 它挂跌停板出货的话 它也有45的价格 对不对 所以说基本上 它在今天入场的筹码 它是不会亏的 也就是为什么 它会在水下的位置低期 然后在尾盘的时候 进行拉涨 这就是为它第二天出货 做准备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这个股票 它的一个走势 那就是拉完涨停以后 接下来直接就是 开启了一轮出货大跌 好 那今天的话 和大家分享了五种 我们常见的一个涨停板 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和建议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好 那今天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朋友们看完视频 觉得有收获的话 那朋友们就动动 你们发财的右手 长按点赞 加个关注 收藏转发 支持大表哥一波 我是龙虎大表哥 一个爱学习 喜欢分享的职业操盘人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